胸部也太大了吧 焦距對臉的時候胸部會變模糊 對胸部的時候臉會變模糊耶 歡迎各位收看我的玩具開箱 我是虎夫騎車 今天又是一個兩個人搭檔的節目 但今天跟我們搭檔的不是SIDA 是我們的阿文輔導長 大家好 我是阿文輔導長 那這個系列為什麼叫做輔導長開箱呢 因為這個系列的話我會專門跟大家分享一些輔導級的收藏品 那需要像我們這種正能君子來教一些小朋友 不要把它亡壞掉啊 譬如說在上面沾染一些奇怪的液體之類的 所以我們這一期節目是要跟大家講怎麼保養玩具嗎 那我們今天的第一個輔導案例呢 就是這個來自於星期一的豐滿的PVC分享 今天要介紹的PVC叫做後備獎 它是來自於星期一的豐滿 然後它是由Good Smile Company 也就是大家所戲稱的好微笑公司所推出的一個商品 然後好微笑公司 大家最常看到的就是所謂的年土人系列 然後這支後備獎呢 它原本是預計在2018年的年底要推出的 但是大家後來等一等就發現 怎麼都還沒到 它將推遲了將近一整個季 就到今年的春季 它才正式讓我們拿到手 然後我們拿到手之後呢 才發現其實等待是值得的 我們現在看到外盒 它主要是以藍色色調為配色 因為它漫畫本身呢 它就是以藍色的筆觸去畫 就發現它的畫框啊 等的線條啊 但是背後的網點 它全部都是藍色的 所以很多網友都說 一開始收到它已經上色好的PVC之後 反正認不出來 欸?有顏色嗎? 星期一的封滿 它是一個日本漫畫家叫做筆春起始 它會在它的推特上面 每個星期一早上八點 為了安慰射出人士們呢 上班憂鬱的星期一呢 然後就發布了一些 這些身材非常豐滿的 生活小細節的短篇連載給大家看 然後呢 它這一份來自於東洋的祝福呢 其實在台灣的我 每個禮拜一早上 還是可以在Facebook上面看到 好朋友把它轉載過來 所以我確實收到了 好 以上這就是我們這個 後備獎所有的內容為了 首先我們第一個看到的就是高跟鞋 你為什麼先講高跟鞋 沒道理啊 為什麼不先講本體啊 當然它最順我的手 這錯 我是有手邊而已啊 好好好 被發現特殊的屁號 你想的跟我很像啊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座椅 座椅 漂亮的座椅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桌子 然後看到上面有酒瓶酒杯 還有一個被腰斬的上半身 等一下 為什麼它要附上半身 為什麼它要附上半身 這也就是大家覺得蠻奇怪的 它其實蠻大手筆的 一般來說就是婦可替換表情就可以了 我的印象也是這樣 特別弄了一個上半身 但後來我們檢視一下就發現 其實就跟它的頸部這邊的連貫性有關係 因為一般而言如果你是婦可換眼的話 那你勢必要在下巴這邊做一個切痕 但它這邊就是因為它是整個上半身都做給你的 所以它的頸部這邊並不會有任何的接觸痕跡 良心嗎 對算是它蠻厲害的地方 那你那時候都會好微笑 好 那我們最後就是它這個後備獎姐姐的本體 然後還有兩滴 謎之異體 一開始我們說過不要有黏黏的異體吧 沒關係這兩滴一點都不黏 讓大家看這是什麼功能用的 這個我知道 盒櫃上面有寫 它是一個紅酒對不對 然後 好像有一滴可以放在乳溝裡頭對吧 對 就是放在很大的地方的中間 我以為是從眼睛裡面流出來的眼淚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後備姐姐她附的一些配件 首先是看我們最中愛的高跟鞋 可以看一下高跟鞋它內部做得非常的細緻 今天裡面的有些類似鞋廠logo的印刷 它都做出來 它整體的高跟鞋它的鞋型 它的造型都做得非常的逼真 不像有些PVC它可能就只是做個樣式 因為它畢竟它只是腳下穿著一個東西 有些可能就不會這麼重視的做這麼細 然後再來我們看一下它就是這個人偶本身 它的本身就是OL上班的製品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後面的頭髮的一個方式 它是蠻隨性的 就很有那種小織女下班的時候的那種輕鬆的氛圍 然後再有一個重點是 它這隻PVC它的腳 它並不是一般所謂的裸竹 它是有那種類似那種膚色絲襪的一個質感 因為一般的PVC它大部分都是穿灰黑色的絲襪 或者是高跟就是那種長筒襪 或是那種學生襪之類的 但這隻它是做到那種有類似那種 膚質絲襪的質感 所以這次它是蠻特別的一個 蠻奇特的一個先例吧 然後再加上它裡面它做的這個椅子 它有配合它的屁股的造型 去做一些凹痕 所以我們放上去的時候它就剛好是整個非常的match 剛才節目有提到說有一個這個紅酒的這個酒滴的這個部分 另外一塊的話呢 照它的一個官方的設定是要放在這個 歐派的中間對不對 那這個放進去的時候呢是 就放進去之後呢 就是稍微的去搖一下啊 它會有一個自然的反應啊 我說的是自然的物理反應 不是自然的生理反應啊 就會到它的一個溝槽 但是呢不是那麼好放進去啊 這個OK大家可以自己在家多練習吧 那它的一個上半身的質感 其實真正厲害的地方呢 我絕對不會告訴你 是前面的這個好像有雞凸 我也不是要告訴你 它的後面好像這個漢山有弄濕的感覺 也不是 我也絕對不是要告訴你 後面好像有肩帶一樣的感覺 都不是 而且它的眼神真的很無辜對不對 你看那麼大的眼睛 而且還有一點好像 不知道是 OK不小心把紅酒放到乳溝裡頭的感覺 那我還會 之前我做過一些景品類的開箱 然後PVC的開箱 我會比較去care它的一個手指 那它的手指如果做得像老人的話 我就會給它撫平 那麼這一款的話 手指做得還有點硬而肥的感覺 而且指甲的話有做出來 那麼另外的話 你會發現到它這個地方 它的這個手的這個形狀 虎口是張開的 其實它是要放那個酒杯 你可以把酒杯呢 放在它的這個虎口的這個位置 然後呢 再把它呢放到這個座位上 這個是它的一個正常的一個正確的一個擺法 而至於它的這個高跟鞋的話呢 其實 嗯我不知道多少人有這種興趣啊 會想要給它穿上去 其實這個高跟鞋是穿不上去的 它實際上的一個做法就是這樣子 只能夠把它給勾住而已啊 如果你要真的穿上去的話呢 基本上它的腳是太大的喔 它這次的替換刀具是它一整個上半身給你 它不是替換表情而已 所以它替換方式非常簡單 它就只是它的上下半身做個腰斬的動作 好殘忍喔 就像有些魔術把戲了 看到那種一個巨大巨刃把它展下去之後 就看到上下半身就可以分離了 就如果我們這一集被人家屏蔽掉的話 是因為這個把腰拉出來 這個畫面屏蔽掉 我們在介紹魔術的秘辛 魔術表演總是會有一些門道 然後大家看到這樣子兩個表情就不一樣 它另外這個驚訝表情比較適合搭配這種 歐帕有酒滴的樣子就好像嚇到 不小心 不小心滴倒 然後另外這個很高性的表情的狀態下 就是已經喝茫了 已經進入狀況了 好像ㄎㄧㄤ掉了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次Good Smile Company它非常大手筆 它鋪了兩個上半身 所以一般來說 兩個上半身 你就可以做出一些蠻特殊的玩法 例如說像這樣子的白髮 就好像是一對姊妹 或是雙胞胎 然後去酒店喝酒的時候 然後就是姊姊靠在椅子上 然後就是妹妹在前面喝到ㄎㄧㄤ 然後茫了等著被撿屍之類的 不過一般來說它就是兩個 你就可以用很多創業擺法 然後這是比較正常的一個玩法 然後除了正規的玩法之外呢 它就是兩個上半身最特別的就是 我們可以擺出你心中想到的一些 奇奇怪怪的場景 例如說一些百合遐想 或是一些姊妹洞之類的 就是會比較有一點那種的畫面 然後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關於後備獎這個人偶的開箱 好這是Good Smile公司 它其實算是蠻大方的 它給我們兩個上半身 還有一些配件 那配件它也不是隨便亂做 就是做得還蠻精緻的 所以以目前台幣2000多塊錢的一個PPC 能夠買到這種等級的 價格的物品 其實算是蠻超值的 我就覺得CP值算非常高 因為畢竟現在PPC隨便一盒 都動輒三四千四五千 都是蠻常見的 而且它的塗裝其實非常精緻 它部分人看到PPC 最怕就是異色啊 或是一些塗料啊 就是不均勻之類的 那這一支上面目前 還沒有看到有網友 發出比較嚴重的災情情報 所以它就是等待這四個月 其實算是蠻值得的 至少讓我們知道 它是很用心的在做它 然後一般來說的話 因為我們做一個PPC 有時候它單純就擺設的時候 你就發現長距蠻空的 因為台幣它坐了一張椅子在這邊 你就覺得還是希望會有 讓它更有情境化 所以就可能就是希望 有一些類似酒店方面的佈置啊 讓它看起來更有FU 所以我就去外面的某39元百貨 去買了一些配件 其實都非常便宜 大家自己去看看那個 我覺得真的是很棒耶 你看喔 從這個地方 從側邊來看 你還可以看到 不一樣的一個景觀 好像就是真的是一個 OK 甚至從盒子的上方 你能去看啊 都可以看到好像另外一個 小小的 像是小餐廳或是酒吧一樣 從這個地方看 這些空的地方 你剛好可以從這邊打燈進去 對 如果你想把它當成一個小型的攝影棚的話 這些裸空的部分打燈 剛好可以照亮它的內 會 真的很棒耶 那個阿溫輔導掌真的有用心了 對啊 畢竟這就是有愛嘛 好吧 那今天的我們輔導掌開箱的第一集的節目 就進行到這邊 然後如果各位你反應OK 喜歡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可能不排除是月更或是兩周更吧 就看大家喜不喜歡追我們的節目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跟各位進行到這邊 非常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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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n iqu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